夏卷 哈喽大家好 两级达人又上线了 今天我们来吃新农季 然后这家店的话是南京西路的佳哥 她在10月份上海的那个 比较灵纸家里面刚打了比较灵一新 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去了凌海 它的发源地牢 那上海的这家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咯 要那个沙蒜豆面 沙蒜豆面小片 然后盐蒜炒 我们冬季白松露 五点了蟹饭炒饭 然后刨五克白松露 哎 走了 鲜蓉季主打胎州菜 所以它有一块区域是 石令的海鲜和石蔬 落座上了餐前水果 等一会儿我们第一道的乳鸽就登场了 是只有14天的鸽宝宝 然后我们来赶紧吃一下乳鸽的鸽 牙齿下去 那轻盈的咖茨声实在美妙 而且在我轻柔撕扯它的时候 还能感觉到它那个皮肉之间的汁水 这个14天的还是挺肥的 总的来说 这是一只合格好事皮脆肉嫩的鸽宝宝 第二道印记的醉蟹 这个其实很多地方都能吃到 花雕熟醉 味道醇厚甘甜又带有酒香 因为12月了 所以这个蟹黄非常硬 我其实更偏爱蟹黄质地更柔软一些的 而且蟹黄占整个蟹的比例非常高 看肉只有这一小块 这个醉的味道还不错 因为这个酒坠大夹蟹 比它那个酒坠小的比较好吃 下面这一道是红烧辣螺肉 这一道我还蛮喜欢的 螺肉磕磕弹牙饱满 但是每吃一口都要吐一下 看这个是连着口的烧的 所以吃起来稍微有点麻烦 味道是甜辣的味道 酱味也特别重 其实也挺适合配白米饭的 这一道是 应该是冬季才有的辣潮小羊排 这道羊排覆盖之下 底部还铺了羊肝羊肚这类的羊杂 满盘的辣椒看着就惹人食欲 羊排应该是当晚 让我觉得满意度最高的一道菜 牙齿轻轻撕扯些一流肉 毫不费力 羊肠味处理得很好 表面烤得酥酥香香 肉质吃起来肥若软嫩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辣 不过也有一点小缺憾 好羊排里面配的羊杂 就五公五座 而且没什么味道 它配了就会酸黄瓜 可以剪腻 我们第一次吃熟的三龙瓜 肉菜里面 而且是肉菜 对 中三配三龙瓜 作为泰州菜的老传统 这道杀蒜豆面 大家应该都吃过 现容季的杀蒜豆面也算是一道必点菜 虽然之前在其他分店吃杀蒜豆面里面吃到了不明无题 但当天在南京西路之下出品是不错的 别看杀蒜它长得丑 但是吃起来Q弹鲜呢 好友喜欢杀蒜豆面拌米饭 就着酱汁双重碳水的快乐 这是盐蒜蒜年糕 新新年年的林海吃到的盐蒜年糕 又来了 不过揭开盖子跟想象中不大一样 跟林海的话就有差距了 我觉得酱汁不够多 感冒 没有林海的脆 那也有杀蒜不应该是一口口口 我觉得它们应该挺不够的吧 所以应该也像杀蒜那种吃起来脆脆 年糕吃起来也不够软糯入味 这道菜还是去林海吃吧 要加烧萝卜也是广受好名 相信你来过新东西的朋友应该大多都吃过 依然是鲜甜锅汁 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比较实力的一个炒饭 叫蟹粉洗浅炒饭 主要就是我们因为现在蟹粉刚好季节嘛 然后每天我们都是现菜现做 不进冰箱也不隔夜 保留这个蟹粉的鲜味 吃一份炒饭的饭话有几只蟹呢 这个肯定 一只肯定拆不了那么多蟹粉 肯定得很多汁的 还有蟹膏吗 对有着实蟹粉 然后再加这个蟹肉 还有我们的鸡蛋黄 什么时候可以刨白松露呀 马上就可以 还有蟹拿过来吃的 对 这个是还没有刨黑松露 五肯白松露 刚刚炒出来的蟹粉炒饭 现在给你展示的是 我们来自于意大利二八的一个白松露 被称作为餐桌上的一个白色钻石 为什么被称作为白色钻石呢 第一 因为到目前为止人工还不能种植 对 第二呢 产量稀少 不以稀为贵嘛 第三呢 就是保存也特别的难 从它出土的那一瞬间开始 它的香味呢 都会逐渐的散发 所以说保存的特别的难 第四呢 就人还找不到 对 它会有那种专门的松露犬 不是猪去拱吗 猪呢 好吃难做嘛 它拱出来可能就会被自己给吃掉 这份炒饭的金黄色泽 其实要归功于它加了三枚蛋黄 也正义为此 它的蛋香其实要压住了蟹的香气 这也是它最大的不足 今年白松露的价格是98元每克 我们要了5克 感觉白松露就是豪的那一颗幸福感是最强的 一杯的时候它就是那个 就是打开箱子的那一颗 真的好幸福的感觉 对 真的你吃的时候 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了 哦 有感觉的 是浅的味道 吃下来感觉 这道的白松露就是一个仪式感的存在 再加上蟹味很淡 价格又高 你们可以肉过了 吃下来总的感觉 上海的新溶剂 在小海鲜方面没有领海的出品好 当天最喜欢的是 醉蟹 小羊排 辣烧螺肉和加烧萝卜 还有他们家的杏仁脆片 服务一如既往的贴心到位 表扬当天的文心小姐姐 好啦 那本期的视频到这里 结束了喜欢的记得关注 两个其的阿然 你们的支持真的很重要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